今天教大家做炸鸡 在350毫升牛奶中加入一整个的柠檬汁 拌个洋葱圈 大蒜一个 生姜一小片 盐15克 辉胡椒5克 横椒粉或者是花椒粉 加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处理肌肉 肌肉尽量的炸出孔来 肌肉的部分我比较推荐用刺根 吃起来比较方便 先用保鲜膜 冰箱冷藏 腌8个小时以上 最好是隔夜 然后第二天制作面壳 面粉300克 淀粉80克 淀粉可以用土豆淀粉 玉米淀粉 樱树粉都可以 再加入一大勺辣椒粉 黑胡椒一小勺 盐一小勺 最重要的是加入一小勺泡打粉 搅拌均匀 这种面壳在冷掉之后也很脆 然后裹上面壳 油温预热160度 鸡腿放进去油炸4分钟 油温升高到180度 再把鸡腿放进去油炸30秒 这个部分是为了让面壳里面油分吐出来 壳会变得更脆 这炸鸡的做法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吃虧很多 而且壳很脆 超推荐大家能不做壹下